伸出手掌 底下的燈座 马上受到感应 瞬间明亮 这个居家款感应灯 是从国中国三电子研究团队 从路灯的灵感而打造出来 光明电阻 然后让它有光的时候是短路 然后手放上去的时候 就通电它就会发亮 所以就是用在灯光自动点面 这个迷你盆栽 其实是庭圆的缩小板 学生把小石头当成两的座椅 小石子铺成了石头路 看起来有模有样 这也是出自国三生的园艺创意 满满的作品是结合27所国中 所举办的中区记忆成果展 因为他们当初呢 他们就是学校就依套他们兴趣 然后他们来选择参加 这样的一个记忆学程 那也希望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学习 然后探索出他们未来的升学方向 每一个学校都主题都不一定 像我们重伦国中就是以农业职群 还有餐旅职群 跟电子电机职群 这三个职群为主 就是其他学校 这样子说他们做成果 我们也能一起欣赏 然后评比说我们哪里做不好 然后再多加学习 今年的成果展不同访年 单纯以静态呈现 高时提系的名德女中 首度加注参长行列 性感热舞搭上调酒 让画面看起来更有看头 还有手艺精湛的人体彩绘 没有几秒钟的功夫 美丽图特马上呈现 高中生也准备了一连串的动态探索活动 跟国中学子进行互动 因为我们国中端最主要是属于静态的展示 那名德女中非常贴心的在安排 这些动态的探索活动 让来参观的国中学同学 更提高这方面的兴趣 动静皆有的记忆成果展 从18号开始连续四天 在名德女中展示 校与校之间的学习交流 能够拓展学生的视野 对于即将步入高中阶段的学子 除了探索兴趣之外 也等于提前修了人生规划课 这点交话台中采访不到